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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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時今日在香港 想選一些禮物送給朋友的小朋友 或者家裡的小朋友 其實是很困難的 因為已經不知道他們喜歡什麼 或者已經有什麼 好像对我自己来说 我完全不知道 其实最新模特儿的游戏机 或者电脑还是什么 是完全不知道的 事实上就算你买到最新的东西 可能他的家已经有了 今天因为我们的物质太丰盛 往往小朋友 已经不知道 一样贵重的东西 或者一样便宜的东西分别在哪里 因为对他来说是什么都有 大约十年前我第一次去西藏 出门之前 朋友就跟我说 带币多些笔 原笔也好原子笔也好 很有用的 我就以为去到那里买笔困难 我做设计的 我要写东西 所以带多些笔 沿途可以工作上 不怕没有工具 去到西藏之后 我就慢慢明白 带笔的原因在哪里 因为在拉撒就不感觉 拉撒始终是一个大城市 虽然不是像深圳 或者广州那样的大城市 但始终它都是城市化 都很方便 在那里的时候 因为物质比较富裕 就感觉不到 我带着这些笔有什么用途 以为还是可以自己用的 但当我离开拉撒 去到乡下的地方 或者其他乡镇的地方的时候 就发现我的笔很有用 因为当你接触当地的小朋友的时候 他们不会和其他国家 或者其他旅游地区的小朋友一样 追着你, 和你拿钱 和你拿礼物 或者叫你买他们想买的东西 但在西藏没有这样的经验 他只是很友善 不跟着你微笑, 和他打招呼 但是这个时候 你觉得很想给他一些东西 很想和他们有个沟通 你发现这些笔是很好用的 拿出来, 不论原子笔也好 原笔也好 你给他们的时候 他们都很开心地拿着这些笔 然后就和你们打招呼 多谢你, 然后才回家 因为他们平时都没有什么机会 可能有新的笔去写字或画画 往往做功课都是拿着很短很短 用到很尽的原笔 所以能够给他们一些原笔 他们就会很开心 这个可能是他年中很重要的其中一样礼物 经过和西藏的小朋友的笔的沟通之后 我就很明白 物轻情易重 在今时今日仍在发生着 因为平时我们在香港 或者在很多其他地方 因为物质的生活已经太过丰盛了 我们忘记了 其实一支笔 这么简单的时候 其实是有很多情意在里面 也可以包含很多创意在里面 但是过去这么多年 我们已经太享受物质 已经忘记了一支笔的重要性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觉 很多时候出去外面吃东西 明明那碟是自己点的 亦是自己喜欢吃的 还要吃到樽樽有味 但是一发觉旁边桌的那碟 就像她那碟, 会向未存一点 难道真的隔壁饭香 很多时候也会在朋友之间聊天的时候 会听见 男的会埋怨自己的女朋友不够漂亮 不够温柔, 身材不够好 而女的会埋怨男人不够帅 不够细心 甚至要嫌她不够有钱 原来大家都会嫌对方 未能达到自己心目中完美情人的标准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 我就会和他们讲一个 关于金银鸟的故事 有一个潮夫每天都要上山斩柴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过着一些很平凡的日子 有一天, 潮夫又像平时一样 上山斩柴 在途中, 他发现了一只受了伤的小鳥 而这只小鳥全身都生满了 是闪闪发光的银色的羽毛 很漂亮… 潮夫说 我真的未见过一只这么漂亮的小鳥 于是他就把小鳥带回家 帮他疗伤 在疗伤的过程中 小鳥天天都为潮夫唱歌 歌声清脆了亮 潮夫真的觉得很开心 有一天, 潮夫的鄰居过来探他 见到银雀之后就告诉潮夫 我见过一只全身金毛的小鳥 金鳥也不知道比银雀好多倍 唱歌比银雀好多千倍 潮夫心想 原来这个世界真的有金鳥嗎 究竟金鳥有多漂亮呢 究竟金鳥唱歌有多好听呢 之后, 潮夫就没心思再听银雀唱歌 日思夜想, 潮夫就越来越不开心 这个时候, 银雀的伤已经好了 还准备飞走 他最后一次飞到潮夫身边 唱歌给潮夫听 潮夫听完之后很感慨地说 你的歌声好听, 但是比不上金鳥呢 你的羽毛虽然漂亮 但是怎么也比不上金鳥那么漂亮 银雀唱完歌 不过就朝着夕阳方向飞走了 潮夫看着银雀 在夕阳的金光之下 变得一身闪闪发光 变成一只很漂亮的金鳥 一直梦寐以求的金鳥 原来远在天边, 近在眼前 人在不知不觉中做了潮夫也不知道 原来金鳥就在你身边而已 记住了, 要好好地珍惜他 一个人有名有利, 有财有勢 是不是就会很自然地改变 那就要看看你能不能得到魔鬼 老魔鬼, 派小魔鬼去到凡间 带来一个农夫 小魔鬼将农夫的田地变得又硬又实 虽然工作得很辛苦 但是休息了一会儿 农夫继续努力地工作 小魔鬼的计划失败了 于是回去跟老魔鬼报告 老魔鬼就派第二只小魔鬼去凡间 小魔鬼这次将农夫所拥有的东西 全部抢走 包括他的面包和水 以为他又饿又累的时候 便会大发脾气 谁知农夫只是 不知谁这么可怜 比我更需要的面包和水 希望他吃了之后得到温饱 于是老魔鬼很不服气地 派第三个小魔鬼到凡间 这次小魔鬼就和农夫先做朋友 因为魔鬼有预知的能力 他就告诉农夫 明年会有肝汗 就教农夫将和度还在湿地上 谁知到了明年 其他人真的没有收成 而这个农夫的收成 就堆得好像一座山那样大 接着他的生活慢慢就富裕起来 但是小魔鬼还教他 将那些米酿成酒卖给人 赚更多的钱 接着农夫再不用落田工作 而他只靠商业的买卖 就可以赚到一大笔的钱 有一天 这个小魔鬼就请了老魔鬼到饭间 去参加这个农夫搞的晚宴 这个农夫只请了一群 城中有钱的商人 以前共过患难的一群村民 统统被他拒组门外 那一晚在值间 农夫就很意义风法地说 今晚这些山珍海藏 你们随便吃 今晚不醉无归 那正当 一个农夫和一些宴客 很高兴地大吃大喝之際 有个仆人 就拿着葡萄酒出来 谁知一共不小心 连人带酒地摸在地上 那农夫看到那伯仁 就很大声地罵那伯仁 你知不知道那些酒很贵的 你这样打烂我的酒 連你也不够赔 接着那伯仁就很害怕 不断扣头认错 乞求农夫的原谅 老魔鬼看到整个过程之后 就大赞小魔鬼本事 而小魔鬼只是说 没有啊 我只是令到农夫 拥有的比他真正需要的更加多 那就可以引发到人性中的贪婪 同时令他迷失本性 人类最大的敌人 就是心中的一只魔鬼 他会不知不觉间 令你跌入陷阱 这个故事提醒我们 在我们努力追求梦想之際 千万千万不要迷失本性 感谢观看 3 3 4 4 5 5 6 9 9 感谢观看